有时候两个人结婚夫妻之后 生活才是真正要面临困难的时候 当然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 因为结婚而生活在一起 其实有很多的想法跟观念 常常会需要沟通 甚至没办法沟通就要吵架 我想在家庭里面夫妻吵架 算是也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其实就有一首台湾歌谣 把它描写得非常的生动 这首曲子就叫做 天黑黑 天黑黑 这首曲子一开始其实它只有歌词 后来由台湾的合唱大师林福玉老师 把它重新谱曲 然后把它创作出来 其实这首曲子当年推出的时候 刘福祝先生的演唱 真正也是非常的俏皮 非常的活泼 让大家都很喜欢这首作品 那今天我所要演奏的这个版本 真的跟大家平常所听到的 天黑黑很不一样 因为我把它变成了一种 抒情的表现方式 大家听听看 很不一样的天黑黑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台北市立家长乐团的首席 小提琴演奏家 江之宜老师 以一个独奏的方式 然后我们弯森乐团的伴奏 来跟他一起演奏这首天黑黑 我们一起来欣赏 Zither Harp 小提琴演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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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